国民党的态度踩得很死 他就是不要接受柯文哲 你所谓的OE 他还是要搭配 他当然理想是侯正科普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其实涉及到行政院长的一个位置 柯文哲的如意算盘是说 我如果输了 至少我可以跟你谈联合政府 但是我要做行政院长 柯文哲这行政院长丢出来了 国民党现在吓死了 国民党现在行政院长 想要排的人是一头拉骨 我排教的人还是希望说 如果可以赢的话 他们想要去抢行政院长位置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看的是 行政院长这个位置 为什么现在国民党打得如意算盘 就是一定要把柯文哲拉进来 而且还要拉着柯文哲来做副手 你做了副手之后 我不但卡住你 而且连行政院长这个位置 都可以空出来 你就别要想有插手的一个余地 今天国民党搞成这样 就是因为朱立伦你算计太多 从一开始郭台铭要回去 要参加党内所谓这个奇奇怪怪出云 就是朱立伦从头到尾都在算计 那你现在还想算计